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深夜我起来喝了口水,就开始失眠。 老公睡得正像,我设不得打扰他,于是打开微博打发时间。 越刷越困,正准备继续睡觉,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微博,让我立刻清醒了。 图片里一个女孩穿着男式的黑色睡衣,半露着锁骨,眼神迷离,看起来很诱人。 而那个女孩正是老公资助的贫困生。 我虽然没来得及和她见面,但是老公给我看过她的视频。 照片里的她脱离了一网吐气的打扮,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照片的背景,一看就是我家的卧室。 而她身上的睡衣,我更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那是我亲自给老公买的。 在看她配的文字,哥哥的睡衣穿起来真舒服,我一阵恶寒。 她微博下有几条评论,我点开,发现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 有人评论,怎么,愿望达成了? 她回复,还没有,不过应该快了。 这段对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我也看出来了,这个愿望就和我老公有关系。 此刻我完全没了睡意,看着旁边熟睡的老公,用力拍了拍她的脸。 她被我打醒了,睡眼惺忪地问我,怎么了,老婆。 我把手机扔给到她的脸上,你自己看。 老公揉了揉眼睛,看向手机,随后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我去,这个宋雅室什么情况啊?怎么穿我的睡衣还拍这种照片呢? 我双手抱在胸前,嫌弃地看着她。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她摸摸脑袋,仔细回想,对了,我想起来了老婆。 你还记得上个月,她说她没地方去,你不是好心让她借住在咱家了吗? 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拍的。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天我和老公一起出去玩,晚上没有回家。 她打来电话说没地方落脚,我看她一个贫困生,孤苦无一很可怜。 好心让她在我家借住一晚,没想到竟然是引狼入室。 一想到她穿着老公的睡衣,还上了我们的床,我就一阵恶心。 经过这么一出,老公对宋雅表示了极其强烈的厌恶。 她拿出手机,就把电话拨了过去。 宋雅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资助你上学是因为你爸当年帮过我,并不代表我对你有什么意思,别想不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你在这样做没有分寸的事情,那别怪我不顾就情了。 老公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过,是宋雅的父亲救了她。 这些年,她没少为宋雅一家提供帮助。 电话开着免提,我听到了宋雅委屈的解释。 对不起哥哥,是我不好。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看到了不开心了? 我马上就删掉,不给你添麻烦了。 就这么几句话,我就得出结论。 这个宋雅是个绿茶,还是有点道行的那种。 老公不耐烦地回复她,不是我女朋友,那是我老婆,我们已经领证了。 你这种行为,不只是她不开心,我更不开心,她就是我的宝贝。 我都舍不得让她生气,你凭什么惹她? 谢你一分钟内删除,否则后果自负。 她连忙道歉,一分钟内果然把照片删掉了。 我看着老公的眼神充满了赞赏,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对这种事总是保持绝对的清醒。 第二天,宋雅的父母打来电话赔礼道歉,并约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开始还觉得宋雅的父母还算名事理,可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 赴约前我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了香奈儿套装,背着爱马仕,画了精致的妆容。 老公见到我的样子,猛亲了好几口,然后被我一把推开了。 我打扮成这样,是为了让那个宋雅看到后自残行贿,主动退出的好吗? 万一装备亲花了,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老公开车带我到了酒店,宋雅一家已经到了。 我们进去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宋雅。 平心而论,他长得不差,就是不会打扮,看起来有点吐气。 他见到我,第一反应就是对我各种打量。 尤其是我手里的爱马仕和脖子上的四叶草,简直快被他叮化了。 过了几秒,他一开视线,对我老公笑着说,哥哥来了呀。 却完全没有和我打招呼的意思,我很难相信他不是故意落下我的。 这么低劣的把戏,老公当然看出来了,直接将怀里的我介绍给他们,介绍一下,我老婆沈辰。 他听到后愣了一下,随后笑着对我打招呼,沈姐姐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老公不耐烦地纠正他,他是我老婆,按理说你应该叫他嫂子。 他尴尬了一下,嘴角扯起僵硬的弧度,我这不是想着叫姐姐更亲一点吗? 别叫姐姐。 我老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不习惯别人这么叫他。 气氛有些凝固,宋雅尬笑着不知道怎么回话,他的父母赶紧打圆场。 你这孩子,叫嫂子不是更亲吗?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他们招呼,我和老公赶紧坐下。 我和老公落座,他立刻起身凑到老公身边坐,还加了一个虾仁递给老公。 哥哥,你尝尝这个菜,真的好好吃。 你还记得当初你在我家的时候,我爸给你做的虾仁吗? 那时候你可喜欢了。 你那时候还和我说过,长大了还要娶我呢? 你还记得吗? 他便说,还一边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他是故意想用小时候的那点迫使刺激我。 他当我是死人吗? 我正要反击,老公开口了。 他把面前的菜倒出来,淡淡地对着宋雅说,如果我没记错,我是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的。 而且,就算我真的说过,你在我老婆面前提这个,是有什么目的吗? 瞧瞧,这个男人说得有多么的漂亮,根本就不给我反击的机会。 宋雅硬是咽下委屈,笑着解释,哪有,和哥哥开个玩笑罢了。 然后,他将目光扫向我。 对了,我前两天遇见一个熟人,一聊天,我发现他竟然是嫂子的前男友。 他说,嫂子当初差点和他结婚了呢,哎,听得我真是觉得可惜呢。 他得意地看着我,我却没空理他,只是注视着老公。 这个醋坛子,一直对我过去的恋情耿耿于怀。 好不容易忘了,却被宋雅这个不长眼地重新提起来,宋雅不知道要被他怎么对了。 啪!老公用力地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拍,黑着脸问他,所以呢? 你觉得可惜,要不你去嫁给他好不好? 自己弥补遗憾,你就不会觉得可惜了。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宋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宋雅有一瞬间的惊慌失措,脸色煞白。 他娇滴滴地咬着嘴唇,眼中泪光闪烁,小心翼翼地解释,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老公不屑地冷笑,有拿别人前男友说事的吗? 今天是我无条件相信我老婆,如果换作别人,不是被你挑拨后回家吵架了吗? 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呢?还是说你喜欢那个成哲? 宋雅拼命摇头,没有,我怎么会喜欢他? 老公将他上下扫拭一遍,那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毕竟成哲见识过我老婆这样的,怎么可能会看上你? 老公一副轻蔑的样子,宋雅背对得哑口无言。 我实在想笑,可又觉得太不厚道了,只能忍着。 但我丝毫不觉得他背对是无辜的。 谁让他干什么不好,非要惹我,还提成哲。 他完全是就由自取的好吧。 他的父母一直看着他被老公冷嘲热讽, 面色有些不好看,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帮他解围。 我看老公发泄得差不多了,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向他撒娇。 好了老公,别生气了。 老公抱歉地看着我,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 你如果不舒服,那咱们就走吧,我带你去吃别。 一听说老公要带我走,宋雅的父母立刻坐不住了。 宋雅的爸爸起身走到宋雅面前,伸手就是对他扇了一巴掌。 你什么东西,不会说话就别说,惹你哥和你嫂子生气,看我不打死你。 说着又是两巴掌扇在了宋雅的脸上,他白皙的脸上瞬间被打红了。 我被惊到了,老公把我搂在怀里,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们, 好像在看一场戏一样,没有一点阻拦的意思。 宋雅被打以后,捂着脸,眼泪一直掉,也不敢大哭。 他爸爸一点没觉得自己下手太狠,丝毫不心疼,只顾着对老公讨好。 小荣,你妹妹她不懂事,惹你生气,我也教训过了,你别往心里去。 可是老公并没有卖她面子,只是轻轻加了点菜,放到我碗里, 然后漫不经心地说,宋叔,您不必给我道歉,宋雅惹的并不是我,而是我老婆。 还有,请您一家记住,我老婆是我的宝贝,谁惹她不开心,那就是在惹我。 我老婆脾气好,不爱计较,但我不是。 如果宋雅诚诚恳恳地给我老婆道个歉,并保证不再犯,我倒是可以考虑就此打住。 否则,老公浅笑了一下,笑容中却带着胁迫。 宋雅一家被震慑到,连连点头,宋雅也在她的压迫下可怜兮兮地和我道歉,对不起啊。 嫂子,我年纪小不懂事,您别和我计较。 我笑着说,没事妹妹,就是你下次最好不要在我家穿我老公的衣服了。 毕竟我老公她有洁癖,那件衣服还挺贵的呢,结果她当晚就直接烧了,还说脏透了很恶心,真是拿她没办法。 宋雅听后面无血色地站在那里,晃了晃身子,好像要晕过去一样。 老公看我满意了,接过话,行了,你嫂子大人有大量,懒得和你计较。 宋雅止住抽气缓缓抬眸,眼眶湿漉漉的,一副我见油帘的模样,好的,哥哥,我再也不敢了。 老公的脸色这才好转,我们继续面和心不和地吃饭。 宋雅一边吃,一边控制不住地啜泣着,可老公连个眼神都不愿意给她。 饭吃得差不多了,宋雅的爸爸看时候到了,开始试探着开口,小荣啊,你看我和你宋姨来,这也挺长时间了,老是住酒店也不是个事啊是吧? 要不在这买套房子,你看好不好? 宋雅的妈妈紧跟着附和,是啊小荣,这酒店哪有家里方便? 我还好奇,他们买房和老公商量什么。 直到我看向老公,看到她轻蔑的表情,瞬间明白了,感情这是要老公买房啊。 想到这,我也满心不悦。 这些年,老公为了报他们家的救命之恩,已经给他们家花了不少的钱了。 宋雅的学费就不提了,宋雅老家的房子就是我老公给买的。 还有宋雅爸爸好赌,这些年没少输钱,每次都是老公帮他赌了窟窿。 没想到他们的胃口居然越来越大,甚至想要老公帮他们在北京买房子。 我以为老公会拒绝,可是我没想到,老公居然轻笑一声,一口答应了。 行啊,送书。 我看看哪里的楼盘合适,给你们一家买一套。 谢谢你了小荣,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宋雅一家立刻感恩戴德。 宋雅也偷偷地用挑衅的目光看向我。 我不解地看向老公,难道他真的要给他们一家买房子吗? 老公察觉到我的目光,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我放心。 他眼神中还带着坏笑。 这个笑容我太熟悉了,每当他要算计别人,就会这样笑。 所以我立刻明白了,他大概是要算计宋家人了。 我看了看一脸憧憬的宋家人,突然觉得他们被老公算计, 有点可怜了。 吃完饭,服务员送来账单。 我看到宋雅的爸爸向服务员暗示来老公这边。 我一阵无语,明明说是请我们吃饭,却连饭钱都不出。 不过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爸开的。 我朝着服务员使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死死地站在宋雅爸爸面前不动。 宋雅爸爸想开口向老公求助。 我适时地开口打断他,老公,我有点累了,我们回家吧。 老公看着我,露出宠溺的笑容,刮了刮我的鼻子,累了,小坏蛋,老公抱你回家。 我在众人的注视下,被老公抱在怀里。 转身那刻,我看到宋雅的脸上满是嫉妒和不甘心,好像我抢了本该属于她的东西一样。 可这明明是我老公,他注定只能干瞪着眼睛,没有一点办法了。 到了车里,我和老公说,你没瞧见那个宋雅的表情吗? 好像我抢了她几百亿一样,都快要用眼神把我吃了。 老公亲了我一口,揉揉我的头发,把我搂在怀里,他算个什么东西? 先让他蹦那些日子,我早晚一起和他们一家算账。 我有些不解,老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宋家父母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你不是还要给他们买房吗?怎么又算账了? 老公温柔耐心地解释,不瞒你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怀疑,宋喜、宋雅爸爸是拐卖我的从犯, 不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把我救出来了。 只是我没有证据,也怕我多心冤枉了救命恩人,就一直没有深究。 可是昨天,我又让助理去查,发现宋喜和仁贩子有亲戚关系。 我现在没有收集到证据,只能先承诺买房,拖着他们。 我恍然大悟,那我明白了,你放心老公,我肯定配合你演戏。 他妈撒着我的手掌,不用你配合我做什么, 你要是受了委屈直接告诉我,我干脆弄死他们算了。 你是不知道,他今天提那个成哲的时候,我都想要把他嘴缝上。 我赶紧和他表白,你别打草惊蛇了,万一他们察觉到了就不好了。 先和他们虚语尾仪,等到有证据了再翻脸。 你不用在意成哲,我现在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他听了很满足,我依偎在他的怀里,感觉到了满满的安全感。 第二天我上班,听说公司里来新人了。 同事说是经理的亲戚来我们部门实习。 我满头问号,我爸不是最讨厌关系户的吗? 经理怎么可能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这些? 是的,我在我爸的公司上班。 为了以后能接手,我爸特意让我从底层做起。 所以我的身份没人知道。 这样同事们讨论什么也不会背着我。 我思考着,新人就走过来了。 我看过去,一阵惊讶,怎么是宋雅? 他和经理有亲戚。 宋雅面带得意地走过来, 组长跟在他旁边,一副点头哈腰的奴才想。 我旁边公卫的同事在窃窃私语, 我看不是什么经理的亲戚, 恐怕是老板的女儿吧。 你看组长八戒的样子。 就是,以后可别得罪这个宋雅。 我听着对话, 宋雅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和我们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宋雅, 以后就是大家的同事了, 希望大家把我当成最普通的员工就好, 请多多指教。 看吧, 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不就证明了他不一般吗? 是老板女儿错步了了。 众人的议论他显然也听到了, 我看到眼眸中闪过一阵得意。 他将众人扫视了一圈, 然后将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 随后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我笑着打招呼, 你好啊, 宋雅。 宋雅磕磕绊绊地问我, 你怎么在这上班? 笑话, 我自己家的公司, 我当然在这上班了。 我耸耸肩, 你就当我喜欢这家公司的氛围吧。 宋雅愣了愣, 随后像是有了底气, 笑着说, 这样, 那好巧啊, 沈姐姐。 老公不在我身边, 他又开始叫我沈姐姐了。 他说完还故意挑衅我, 这是在公司, 叫你沈姐姐你不会生气吧? 我摇头, 怎么会呢? 组长看我和他很熟的样子, 于是嘱咐我亲自带他, 小沈啊, 以后宋雅就由你来带了, 给我上点信, 如果出什么纰漏, 我和你没完。 我只觉得很好笑, 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在我的公司上班, 还和我没完的。 我把宋雅带到他的公位, 开始交代他的工作内容。 我讲得认真, 却发现他一直没有回应, 抬头去看他, 就见他一脸悲悯地看着我, 沈姐姐, 你也挺不容易的。 哥哥是不是不太舍得给你零花钱啊? 要不他这么有钱, 怎么你还要辛辛苦苦地打工赚钱呢? 我压下愤怒, 我就是比较喜欢上班而已。 他显然不信, 姐姐你不要好强了, 我知道你也有难言之隐。 说起来也是, 哥哥供我上学, 给我家里买房都花了不少钱, 怎么会舍不得给你花钱呢? 这是不是说明哥哥没有拿你当自己人啊? 姐姐, 我觉得你这样有点可怜。 他的眼睛看起来湿漉漉的, 好像真的在怜悯我。 他这么善良的样子, 我觉得庙里的菩萨都要给他让位。 我不耐烦地回答他, 我和我老公的事情, 就不劳你操心了, 你刚上班, 还是先熟悉好本职工作比较好, 免得到时候被开除了不知道去哪里哭。 好吧, 我就不戳你的痛处了。 不过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吧? 告诉你,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过渡一下, 以后我可是要当你们领导的。 他满脸的得意, 用不懈的眼神看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 笑死, 他不是实习生, 还能是什么? 骗骗别人也就算了, 还骗到我这个正主头上了, 也是可笑。 我一阵隔应, 但想想老公的计划, 压下怒火, 是吗? 那祝你早日梦想成真。 下了班, 老公开着宝石节来接我。 我一上车, 老公就凑过来, 我的宝贝辛苦了, 累不累, 要不要我给你揉揉腿。 我把腿搭在他的腿上, 命令他, 必须的, 累死我了。 你不能停, 要揉到我满意。 老公给我揉了一会, 我觉得疲劳得到了缓解, 刚重新做好, 就看到宋雅站在车前, 还红着眼睛。 不知道的恐怕以为我是第三者, 而他是原配。 我有点崩溃, 他是这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 难道我刚刚和老公亲热, 他都看到了? 想到可能被他偷窥, 我一阵恶寒, 他是有什么毛病吗?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老公就按了几下喇叭, 降下车窗, 你在别人车前站着, 是想碰瓷, 还是想找死呢? 你是有病吗? 他可怜巴巴的, 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 路过不赶紧走, 还在一直站在这里, 难道你是想偷窥我们夫妻亲热吗? 你是偷窥狂吗? 我煽风点火, 老公, 好尴尬呀, 罚你以后不准在外面, 亲我了。 老公看他的面色更黑了, 赶紧给我滚, 别让我看到你。 他瞪了我一眼, 又眼角带泪地跑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每天那么多眼泪, 可能是绿茶的自我修养看多了吧, 我很服气。 我问老公, 他哭成这样,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 老公理所当然地回答, 可怜什么, 别以为男的就蠢, 看不出来什么叫绿茶。 他那样不就是为了让我同情他, 然后达到他的目的吗? 可我偏偏就刺激他, 不让他如愿。 我笑死了, 没想到我老公还是个见察达人来着。 我没有把这段插曲放在心里, 却没想到, 第二天上班, 居然发现我的谣言在满天飞。 我刚上班, 就看到同事在背着我窃窃私语, 就是他昨天上了豪车。 真看不出来他是这种人, 真不要脸。 我莫名其妙, 就算看到我上了我老公的车, 也不至于说我不要脸吧。 我和老公可是合法的关系。 我找到了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小男, 问他事情的经过, 他悄悄告诉我, 你还不知道吗? 都在传你抢了宋雅的男朋友, 还被他抓了个现行, 他站在车前哭呢。 我简直哭笑不得, 宋雅颠倒黑白的本领可以啊, 什么时候合法夫妻成了第三者插足了? 他才是第三者好吗? 不过可惜他一直想插足, 但我老公连个眼神都不屑于给他。 我懒得理会这种低级的谣言, 毕竟我并不是一直在这里做个小职员的。 等那天我接了我爸的位置, 谣言不攻自破, 何必浪费时间解释这些呢? 我拿起杯子去茶水间接水, 刚走到门口, 却听到宋雅委屈的声音传来, 我也不知道沈臣为什么这么坏, 非要抢我的男朋友。 有人顺着他的疑问接下去, 还能为什么? 为了你男朋友的前辈。 平日里还爱装白富美, 没想到是这么个货色。 不过我直到看到你我才知道, 原来真正的白富美都这么低调。 这个声音我很熟悉, 是李颖。 平日里他就爱和我攀比, 我穿香奈儿, 他也穿同款, 我背爱马仕, 他没几天就找来和我一样的。 明明他的都是假货, 却还觉得我的也是假的。 所以他会说我的坏话, 我一点也不意外。 我听到这里, 昂起头走了进去。 宋雅看到我进来, 立刻闭口不言, 面色苍白。 可是另一个说我坏话的李颖, 却一脸厌恶地看着我指桑骂怀, 哎哟, 你说破坏别人感情的人, 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跟这种人待在一个公司, 我觉得我要恶心死了。 宋雅一直戳他, 示意他别说了。 李颖还在喋喋不休地嘲讽我, 怎么不说话呢? 心虚了。 我停下接水的动作, 反问他, 我为什么要心虚啊? 你抢别人男朋友, 还好意思问为什么心虚? 我直接越过他去问宋雅, 宋雅, 你自己说, 我到底有没有抢你的男朋友? 宋雅直直无无, 就是不敢说出口。 李颖不服气, 非要逼迫他说出来打我的脸。 雅雅, 你别不好意思说, 抢别人男朋友, 该丢脸的是他。 宋雅推开他, 你别说了行吗? 我的事和你有关系吗? 他白了我一眼, 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李颖一脸不解, 故意撞了我一下, 也走了出去。 挺好的, 秋后算账的时候, 就先拿李颖开刀吧。 晚饭时, 我和老公在餐桌前吃饭,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扫了一眼屏幕, 是宋雅发来的微信。 老公打开, 是一张图片。 图片上我和男同事在聊天, 因为拍摄的角度问题, 看起来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其实, 我们是在讨论工作, 没想到被宋雅偷拍了。 我怕老公这个醋坛子误会, 赶紧解释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和他就是在讨论工作, 老公打断我。 好了老婆, 这种低级的手段,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呢? 再说, 你老公这么优秀, 你怎么可能看上别人? 我无条件信任我老婆的。 我心里划过一阵暖流, 抱着他的脖子, 老公你太可爱了, 我爱你。 然后我看着老公回复他, 所以呢, 你是觉得这个男的比我优秀, 还是我老婆眼瞎吗? 你是有什么大病呢? 宋雅解释, 不是这样的, 哥哥。 我就是看到他们这么亲密, 觉得不太对劲, 想提醒你一下。 老公回, 是吗? 那我要不要给你宋的锦旗感谢你呀? 你这样挑拨离间, 真的很明显, 你还以为你段位很高吗? 宋雅, 哥哥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只是希望你幸福, 可是我怕他不知道珍惜。 老公, 他知不知道珍惜都和你没关系。 而且, 我就喜欢无条件对我老婆好, 我就算做他的舔狗, 也心甘情愿, 你懂吗? 他不再回复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被老公的话伤到了。 只是我没想到, 第二天到了公司, 他居然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丝毫没觉得哪里尴尬, 只是他的小跟班李颖见到我冷嘲热讽, 这年头, 抢别人男朋友还好意思出门。 宋雅还假模假样地拉住他, 我觉得很烦, 就想堵住他的嘴, 于是直接拿出包里的结婚证, 甩到他的脸上。 看看, 那不是什么宋雅的男朋友, 是我老公。 谁想当小三, 还不一定呢, 劝你赶紧把嘴闭上。 他看了一眼结婚证, 愣住了, 他看向宋雅, 你不是说你荣氏集团的总裁, 是你男朋友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宋雅矢口否认, 我没说过这话, 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 李颖本来还想和她争辩, 但可能碍于宋雅老板女儿的身份, 生生忍了下来。 这时候, 我们的争执引来很多同事看热闹。 宋雅面上挂不住, 又无可辩解, 只是一直哭, 哭到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 可是只有我没错过她眼神里那一跃而过的快意和恶毒。 沈臣,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欺负同事啊? 族长走过来, 问也不问, 直接定了我的罪。 我不得不好奇, 我爸公司都招了什么妖魔鬼怪。 我问他, 你怎么不问问宋雅和李颖做了什么? 他理也不理, 直接告诉我, 沈臣, 昨天我已经和咱们经理商量过了, 公司由于你个人作风有问题, 决定开除你, 开除我。 我简直难以置信, 我爸辛苦打拼来的公司。 就这样被他们糟蹋吗? 不问清红皂白, 就无缘开除一个员工, 简直太过分了。 我深吸一口气, 坐下看着他, 既然开除我, 那就把经理找来, 我亲自和他说, 不用找经理, 原因很简单, 我们公司不需要一个道德底线薄弱的员工。 我说把他找来,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组长, 李颖, 还有宋雅, 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我,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你以为部门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赶紧收拾好自己的工位上的那些高房假货走, 别逼我叫保安。 宋雅装作好心劝我, 神姐姐,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走吧。 这里毕竟不是荣氏集团, 闹出了事, 哥哥也帮不了你。 是吗?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那我要看看, 这个公司究竟谁说了算? 我拿出手机打给我爸, 你女儿被人欺负了, 你赶紧过来吧。 李颖不屑道, 你以为你爸是谁呀? 他来能干嘛? 笑死人了? 这样啊, 那你待会别被吓到哦, 我的组长。 我等待我爸来的过程, 宋雅一直在旁边劝我, 你不会又要哥哥来帮你吧? 我觉得婚姻如果两个人的地位不对等, 那也维持不长久。 你说是吧? 我反问他, 那是我老公, 我怎么用他是我的事, 和你有关系吗? 他早晚会甩了你的, 别着急。 宋雅被我对得终于不装了, 面目开始猙獰。 难道你觉得他就算甩了我, 就会娶你吗?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吗? 我轻蔑地问, 那你就配了。 你不过是脸长的好看点,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优点吗? 可是你好像连脸这个优势都没有吧? 一提到长相, 宋雅急了, 伸出手就要扇我巴掌,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赶紧往后躲, 却有些来不及, 巴掌即将落到我的脸上时, 此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给我住手, 我看你敢打我老婆, 我弄死你。 是我老公荣瑜的声音。 宋雅被震慑住了, 停了下来。 老公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 在我的脸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发现没有受伤, 才松了一口气。 他问我, 有没有被吓到? 我摇头, 然后他把我推到宋雅面前, 他欺负你, 按理说我应该帮你打回去。 可是我向来不打女人, 所以你自己加倍打回去。 不要怕手疼, 我给你准备了冰块, 打完敷一下, 问题不大。 我小声问他, 他们拐卖人口的证据都收集好了吗? 放心, 他们都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马上就来抓宋雅。 放心打吧。 这些天, 他一直用房子套路着宋雅的父母, 在拖延时间搜集他们拐卖儿童的证据。 终于快到接我回了。 我看着宋雅毫无血色的脸, 他咬着唇, 眸中泪光点点, 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哥哥, 你真的这样狠心吗? 我老公丝毫没有动摇, 甚至很不耐烦地说, 谁让你欺负我老婆? 还有别老叫我哥哥, 我听了恶心。 他仍然不死心, 继续垂死挣扎, 哥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 都是这个女人挑拨你的, 对不对? 我老婆挑拨你和我的关系, 你也配。 你连她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这些破事。 当初你说你没地方去, 我老婆好心收留你。 你却偷偷穿着我的睡衣拍照片发微博。 这还不算, 你处处找我老婆的事,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他说完又对我说, 别心软, 给我打。 我当然不会心软。 老公说完, 我上去就甩了几巴掌, 直接给他脸都打肿了。 他刚刚都想打我了, 我再下不去手, 那也太蠢了。 他捂着脸, 看向老公, 也忘记装了, 直接恼羞成怒, 发了疯一般的质问, 你竟然真的让他打我? 你忘了你当初被拐卖, 差点被人贩子害死了吗? 要不是我父母救了你, 恐怕你早不知道死在哪了。 现在你居然恩将仇报, 你会遭报应的。 是不是救命恩人, 恐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老公的质问, 让他吓得连连后退, 赶紧否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老公冷哼, 别急着否认, 有你认罪的时候, 他又开始他的哭, 真的没完了。 族长碍于老公的气场, 想帮他却又不敢, 只能威胁我, 沈臣, 你等着, 我这就报警, 把你抓起来。 我看是谁要抓我的宝贝女儿啊。 我惊喜地看过去, 是我爸来了。 族长也看到了, 先我一步跑过去献殷勤, 沈总, 您来了。 就是这个女人, 他欺负您的千金, 我这就报警, 把她抓起来。 他指着我愤怒地说着, 而我注意到宋牙脸色很难看, 毕竟马上就要被戳穿他在装老板女儿了, 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我爸漫不经心地问族长, 就你说要把我的女儿抓起来吗? 族长张开嘴, 刚想解释, 却仿佛意识到什么, 看着我, 瞪大了眼睛, 你, 你才是, 我问他, 你猜我为什么姓沈? 他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 随后疯狂向我解释, 对不起沈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 您才是真千金, 是这个假货故意误导我的。 我没有理会他跳梁小丑一般的蹦的, 这种人不值得我费心。 我看向宋牙, 冒充老板女儿得到的奉承开心吗? 宋牙好像疯癫了一般指责我, 你这样看着我像小丑一样, 是不是觉得很开心? 老公怕他突然发疯伤害我, 把我搂在怀里护着, 你自己心术不正, 怪得了谁? 还有, 我们没觉得开心, 只觉得你像癞蛤蟆一样恶心。 你整天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真的很烦。 我这么爱你, 你却这么狠心, 你会遭到报应的。 老公好笑地说, 你是爱我还是爱我的钱呢? 还有,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报应, 但是你的报应已经来了。 他看向门口, 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宋牙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激动地指着我和警察说, 警察同志就是他打人, 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 警察理也不理, 直接问他, 你是叫宋雅吗? 是, 你涉嫌拐卖幼童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他失去了理智, 推开警察, 你们搞错了, 我根本没有拐卖幼童, 和我没关系。 警察说, 是吗? 可是你的父母刚刚已经招供了, 他们说近两年拐卖的幼童, 也有你的参与。 没有, 他们胡说的别相信他们。 宋雅极力挣扎, 却敌不过警察的力气。 被警察带走前, 他还一脸怨毒地辱骂我, 沈臣, 你这个贱人, 肯定都是你, 你害了我, 你不得好死。 老公一把将我拉进怀里, 保护着我, 还对着承雅说, 是你们一家自己心术不正, 你们拐卖了那么多妇女、 儿童。 现在被抓是报应, 你还要把这一切怪在我老婆的身上, 你真恶心。 他看着老公如此维护我, 面容更加扭曲了, 但是他还是心存侥幸地问他, 那这些年, 你是不是因为我是人贩子的女儿, 才不喜欢我的。 老公一字一句地说, 你就算不是人贩子,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我的心里只有我老婆, 不要再犯蠢了, 你和你的父母, 灵魂都是肮脏的, 你就好好在里面吃牢饭吧, 原来你一直在演戏, 什么报恩,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我要杀了你, 你毁了我。 他被老公的话刺激到了, 癫狂了一般挣扎, 力气极大, 差点被他挣脱了束缚, 可最后还是敌不过警察的力气, 他被戴上手铐压走了。 我爸看着这场闹剧结束了, 直接在所有员工面前介绍我, 这是我唯一的女儿, 也是沈氏的接班人。 以后公司里听他的领导, 周围顿时响起了欢迎我任职的掌声。 我环顾四周, 看到了瑟瑟发抖的李颖和组长。 想当初, 我还生气我爸让我在基层工作, 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人的败高踩低, 才终于体会了他的良苦用心。 大家说完客套话, 我爸就去忙了。 老公也被叫到警局配合调查当年的拐卖案, 本来事情是没有那么顺利的, 可是宋雅的爸爸最近因为缺钱, 又铃儿走险拐了几个孩子, 正好被老公派去的人抓到。 这下正好人脏病火。 不过我意外的是, 宋雅居然我参与其中了。 料理完一切, 我把目光放在李颖和组长张申这边。 他们两个顿时讨好的看着我, 和我解释, 对不起, 沈总, 是那个宋雅故意误导我们, 我们这才上了当。 李颖也支支吾吾的, 对不起, 我, 我就是被她骗了, 我以为她才是大老板的女儿。 如果今天我不是我爸的女儿, 你们还会这样和我道歉吗? 他们两个支支吾吾的, 答案显而易见。 这就是两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我理都没理, 直接开除他们。 这种败高踩低的人, 留在公司里只会是祸害。 我接手的公司里, 容部的这样的小人。 还有让宋雅进公司的那个部门经理, 我也直接开除处理。 而被我们审视集团, 开除并加入黑名单的人, 基本上很难继续在当地混下去了。 也算是他们作恶的报应吧。 几个月后, 老公告诉我, 宋家一家被判了刑。 原来当年, 真的是他们团伙拐卖了我老公。 只是后来他们看到老公小小年纪就气度不凡, 就想赚比更大的。 于是就由宋雅的爸爸出面装好人, 救了老公, 还对他好吃好喝。 实际上, 他们满心都是恶毒的算计, 只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是真正的贪心不足。 幸亏老公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理智, 并没有完全信任他们。 给他们的钱, 大部分也都要了回来。 而更开心的是, 老公因为此时, 解救了好多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 真是大快人心。 我想到那些被虐待的妇女和孩子, 一阵心痛。 人贩子不得好死, 就该千刀万剐。 后来, 监狱联系上了我, 他们说宋雅想要见我。 我直接拒绝了, 我和他根本就没有见面的必要。 他参与了那么多拐卖儿童案, 这辈子就应该好好地在监狱里煎熬。 我只希望他一辈子面对铁窗忏悔。 挂掉电话, 我问老公, 为什么他能识破宋雅的绿茶手段? 老公说, 你要知道, 没有高段位的绿茶, 也没有真的钢铁直男。 每一个男人都看得出来绿茶的心思, 只不过, 有的人装不知道罢了。 我亲了他一口, 老公你真棒。 我依偎在老公的怀里, 他揉揉我的肚子问我, 是不是应该要个宝宝了? 我点点头, 看向他。 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 他鼻尖一点金光, 唇边一点金光, 缠在窗外梧桐树上叫了起来, 这是好时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和男友他妈吃饭, 我只穿了件普通短袖。 吃完饭, 我就接到男友电话, 你爸不是干部, 我妈很不满意。 你那边看看, 结婚的话, 嫁妆能出多少, 我也好说服我妈。 我迈进麦巴赫的驾驶座, 直接挂断了电话。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我心里就是有点隔应。 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大学室友在一个公司实习, 中午吃饭时, 我听到后面排队的人说他粉底裂了, 我看了眼, 确实裂了。 然后, 我带他到食堂边缘的一个餐桌, 避开同批实习的新员工们, 小声提醒, 奇奇, 你粉底有裂痕。 他脸色一冷, 拿手机照了照, 看到裂纹了, 突然提高嗓门, 大声对我说, 林醒, 你眼线花了呀, 口红都涂出来了, 眼影都晕成眼带了。 本来, 我领他坐的位置没什么人, 现在倒好, 被他这大嗓门一嚷, 刷刷刷好几道视线刺了过来。 关键是, 饭后我去洗手监照镜子, 我的妆根本没花, 口红眼影都没问题。 晚上, 我躺在沙发上翻了个身, 你说, 奇奇, 这是跟我在辞敬吗? 男朋友鹿言, 划着手机, 辞敬。 什么辞敬? 我说, 就是女生内卷, 比化妆, 比白瘦幼, 把吸引男人的目光当最终目的, 就像古代妃子争宠似的。 鹿言呐了一声, 可能他没那个意思, 你是不是多心了? 他戳了一颗草莓, 你们刚开始实习, 还是多把心思花在工作上。 社会可不比校园那么单纯, 好歹是大学室友, 有什么事情能互相照应? 我抱着抱枕, 才实习几天, 奇奇感觉就变了。 鹿言嚼着草莓, 学生那套不能拿到工作场合来。 而且天悦这种全国前列的房地产公司, 你能进去也不容易了, 好好珍惜, 早点转正, 我们就能当同事了。 到时候才能考虑买房买车, 在市里这边扎根下来。 我懒得回答, 鹿言比我大一岁, 去年就进了天悦, 顺利转正, 今年已经进了总部。 实话实说, 天悦的确是市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员工待遇好, 工作园区设计的也漂亮, 工资高年修还多。 不过鹿言时不时就把这件事挂在嘴边说, 标榜他有多靠谱, 我听着听着就有点腻了。 毕竟天悦是我妈开的公司, 这事我也没见人就得瑟呀。 鹿言, 再说学学化妆, 穿搭便漂亮, 不是挺好的吗? 我眯缝了眼, 那你也喜欢漂亮的。 鹿言打个哈哈, 漂亮的谁不喜欢呢? 我走了, 明天接你上班。 加油, 等你也有公积金了, 咱们争取也在这里买上一套房, 你的房租省下来也好给我还房贷。 你一个女生, 每个月房租大几千块钱, 多不值得。 听到这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过没表现到脸上。 这套房是我爸全款买了送给我的, 不过我和鹿言只说是租的。 但无论如何, 我的房租省下来给你还房贷, 这话他怎么说的出口? 送走鹿言, 想到明天还要见他父母, 我心烦地刷了刷朋友圈, 看到琪琪发了几张对脸自拍。 文案, 阿玛尼的粉底会裂, 活久见, 不过没用过的人怎么知道呢? 得, 我好心提醒他, 他大声扎呼不说, 还发朋友圈阴阳我。 枉费我帮他改简历练习面试了。 我懒得理, 正准备不看他的朋友圈, 就看到点赞栏里一个熟悉的头像。 是鹿言, 还有评论, 一颗星星。 当晚, 我熬夜翻了琪琪的朋友圈, 鹿言和我是校友, 和琪琪当然也是, 他俩认识也不奇怪, 可奇怪的是, 他俩在评论区有不少互动, 集中在琪琪的自拍照下, 最开始还只是客套兴致的漂亮, 在内玩呀, 景色不错呀, 但在七月十号, 也就是我和琪琪刚进天月实习的第一个星期, 鹿言的回复统一变成了星星符号。 更奇怪的是, 我以前也翻过琪琪的朋友圈, 毕竟是室友, 点赞之交还是有的, 而且我帮他改简历那会儿, 他对我很是关心, 可我没看到过他和鹿言的评论互动, 就连那些照片也没看到过。 琪琪对我开了分组, 和我的男朋友互动, 现在他把分组取消了, 可真有意思, 琪琪虽然是本地人, 但家境一般, 平常在学校我挺照顾他的, 没少支援给他衣服包包, 结果呢, 还没毕业就换了负嘴脸。 我正向呢, 男主角鹿言发来一个餐厅定位, 鹿言, 明天中午, 别迟到啊, 别让我妈等, 行, 见家长吧, 那就见。 我压下要问他的话, 回了个好, 第二天, 我装也没话, 随便扎了个马尾, 穿了件普普素素的无印良品就出门了。 我不喜欢牌子货, 尤其是那种家里亲戚送的戴大logo的款式, 逢年过节收到都送给朋友了, 琪琪就拿了不少。 自己穿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简单舒适的。 不过第一次见长辈, 我还是拿了和克莱夫克里斯汀香水。 我和鹿言还有他妈妈在餐厅门口碰面, 他妈妈脸色当时就不太好看。 到桌上, 他妈妈忽然来了一句, 小姑娘穿得这么素啊。 我没怎么在意, 穿着舒服就好了。 他妈妈说, 年纪轻, 穿得随便点没什么, 以后还是要注重品质的, 穿什么象征了你的身份。 我一愣, 往他身上一看, 他穿的也就是香奶奶的基础套装, 还是不知道多少年的款, 边缘都磨得有点花, 背了个三宅一生被访的不要不要的包。 他不知道怎么理解了 我的无语, 居然露出如此可叫的表情点点头, 女人靠衣装, 你懂了就好。 其他都不重要, 你的香水牌子虽然小, 不过是你的心意, 阿姨就收下了。 女人靠衣装? 管克莱夫·克里斯汀叫杂牌, 估计英国女王都会对品牌商标, 周围那圈象征英国皇室的荆棘文校出生。 我不由想到了琪琪, 她俩估计会很有话聊, 我还能说什么呢, 于是低头默默吃饭, 然而她妈妈聊完衣品, 话锋一转, 三句不理我父母的职业。 小林啊, 听我们陆言说, 你爸是体制内的吧? 你妈妈做什么的呀? 怎么一直不告诉我呀? 是不是没工作呀? 女人不能没工作, 白吃白喝南方的, 像什么样子? 小林, 你跟我们陆言一个单位, 以后工资正好支援她还房贷, 你爸妈退休金也可以支援一点。 对了, 你爸爸什么级别? 越说越不像话了。 我笑笑, 阿姨, 我爸没什么级别, 就一普通公务员。 部长级普通员工, 疫情时期到高铁站站岗, 五十多岁的人还比小年轻多站了两轮。 陆言妈妈笑容冷淡了一点, 哦, 那你妈妈呢, 不会没退休金吧? 那养老就麻烦了。 我们陆言一个要抗四个老人啊。 我笑而不语, 默认了他的话。 席间他没少给陆言识眼色, 吃完饭我自己回家, 没两分钟就收到了陆言的电话。 林醒, 你爸不是干部吗? 我当即对了回去, 我爸是不是干部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了, 没退休金要你负担他养老, 你的工资怎么够帮我还房贷, 首付都凑不出来呢? 再加上你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上天兰一号院的房。 我说, 怎么着, 你是跟我结婚还是跟房子结婚? 陆言一顿, 林醒, 你别闹了, 我妈很不满意, 我得先去哄她了。 你那边看看, 结婚的话, 嫁妆能出多少, 我也好说服我妈。 不说了, 我打的车到了, 你坐地铁当心安全? 行, 我看看。 我迈进麦巴赫的驾驶座。 挂断了陆言的电话, 剩下的周末, 我把陆言自从认识以来留下的所有回忆, 礼物和照片都收拾了出来。 我不知道陆言妈妈对我怎么会是那种态度, 更不知道当中陆言起了什么作用, 更懒得质问她。 当初选择陆言, 无非是她的脸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而且对我也够用心。 礼物里不乏耗时几个小时, 才能做成的木头发簪, 手工星星, 编织围巾, 自己打磨的银戒指。 我不会做饭, 陆言就去学着做饭, 生日那天还给我做了蛋糕。 我抱着膝盖静静看了一会我和她的回忆, 电话了家政阿姨, 让全部拖走。 看看能出多少嫁妆。 林醒, 你再不行醒就愧对了你这个名字。 星期一一早, 我第一次开麦巴赫去了公司。 衣服我不喜欢名牌, 车也一样。 不过按我妈的话说, 一辆好车能挡掉80%, 想背地里给你屎半子的小人。 琪琪没再来跟我说话, 我也不想理她, 安安静静处理自己的工作。 毕竟答应了我妈, 毕业到自家公司给她干满一年, 之后再放飞去闯自己的事业。 实习期这个礼拜就要结束了, 按照惯例, 通过率是30%, 所以同期实习的小伙伴都挺紧张的。 中午在食堂吃饭, 话题一半围绕通过率, 另一半围绕停车场的那台车。 听说老板过来视察了, 什么老板呢? 没见老员工都没瞧过那辆车吗? 肯定是新员工的, 搞不好就是我们这波实习生。 不是吧? 谁呀那么有钱还来实习? 别小看实习生, 那个琪琪身上变招法的川明牌, 说不定呀, 谈话声渐渐小了下去。 公司里什么传得最快, 必定是八卦。 等到午休结束, 琪琪不但成了那辆麦巴赫的车主, 还是深藏不露的富二代。 下午的市场分析分组环节, 她简直成了众星捧月的小公主。 就连陆岩都给我发微信, 听说你们这批实习生里, 有大老板的女儿, 真的假的? 能是假的吗? 真人就在你面前, 可惜你有眼不识泰山。 我回复, 真的。 晚上, 陆岩磨蹭到八点才到我家, 一来聊的又是那位大老板的女儿。 大学的时候, 她就经常穿名牌, 怪不得呢? 她摇头晃脑, 我妈说的有道理, 人靠衣装, 尤其是女人。 林醒, 你也学学琪琪。 我眯眼, 学什么? 跟她辞敬啊。 陆岩, 变漂亮, 怎么能叫辞敬啊? 漂亮的谁不喜欢? 我, 我也喜欢漂亮的, 你上了一年班, 肚子都快出来了, 怎么不去健身? 陆岩, 男的和女的不一样。 嫁妆的事情, 你问过家里了吗? 能出多少? 能不能出个首付? 我社保缴满了, 正好用我的名字买。 这算盘打的, 站在楼下都听到响了。 我也不跟她客气, 掏出手机对质, 你先说说你跟琪琪怎么回事吧。 就在刚才, 她说她开会到八点才下班, 可琪琪发了一张鲜花照片, 照片一脚拍到了一块手表, 是我送陆岩的黑水鬼。 陆岩脸色一变, 林醒, 你这么问什么意思? 你不信任我? 我冷静地说, 你也要给我信任你的余地啊。 你刚刚干嘛去了? 陆岩气急败坏的一抹脸, 我在开会, 那怎么可能是我的手? 原来, 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感情, 比不过一张照片。 那之前那些评论互动呢, 星星是什么意思? 陆岩烦躁, 就只是普通朋友, 你能不能不要疑神疑鬼了? 你们家能出多少嫁妆, 我妈还不一定满意呢。 陆岩, 你还记得这块表是怎么来的? 她说, 什么怎么来的, 我跟你谈正经事。 我们结了婚, 肯定要买房, 我妈得一起住。 你别想糊弄过去, 别做了, 男人谁没几个异性朋友。 一块表念到这么久, 不就几百块的东西吗? 我给你放这了行吧。 陆岩不知道这块表多少钱, 可我知道, 那块表是我大三下半年实习的工资, 六万五千,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陆岩这个人, 是我曾经想过共度余生的。 好, 我说, 陆岩眨眨眼, 什么? 我说, 表留下, 你走吧。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发什么疯? 我看着他的眼睛, 表留下, 你, 滚。 他愣了愣, 粗鲁地摘下表指着我, 记住你说的话, 你别来求我跟你复合。 陆岩走了, 临走把门摔得震天响。 但晚十二点, 琪琪更新了朋友圈, 发了一张合照, 文案老掉牙的我们。 图片里, 他和陆岩头挨着头, 满脸幸福。 琪琪刚官宣没多久, 另一个室友联系我, 我靠, 他俩怎么在一起了? 陆岩不你男朋友吗? 我说, 已经是前男友了, 室友问, 你伤心吗? 我说完全不。 室友说, 那我就说了。 其实, 这样也好, 大学那会儿, 琪琪就总说你男友多好多好, 给你买那么多名牌什么的, 我当时就觉得他人品不太行。 室友, 后来看他找男朋友的套路, 基本奔着名牌去的。 陆岩不是带了块名牌表吗? 琪琪念叨好几回了。 我一愣, 陆岩没送过我名牌, 他给我提供的充其量就是情绪价值。 我送琪琪那些, 除了我冲动购物买错的, 其他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冲动产物啊。 陆岩身上唯一的名牌表, 那还是我送他的。 这下有意思了, 后面几天去实习, 我天天开麦巴赫。 实习小伙伴们几乎团结在了琪琪周围, 对他安前马后。 我纳闷, 他怎么就不心虚呢? 可能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了吧。 他跟陆岩可真是配啊。 必须锁死。 星期五下午, 所有实习生转移到会议室, 宣布最终入选名单。 有个环节是每人讲一句话当结束感言, 琪琪娇嘀嘀地说, 我想做一颗星星, 照亮我爱的人, 这就是星星的含义。 说完还趾高气扬地冲我眨了眨眼, 我差点没笑出来。 陆岩跟我在一起四年, 还会偷偷跟人搞暧昧, 这种男人送我我也不要。 仪式进入尾声, 入选名单公布了。 琪琪前半个实习期都有我照顾, 她那时候态度也装得端正, 以第十位的成绩被录取了。 我的名字却没出现在录取名单上。 领导走后, 陆岩及时出现, 一束香槟玫瑰送到琪琪怀里。 琪琪笑得何不拢嘴, 可仔细一看花束, 玫瑰只有九支, 剩下的全是不值钱的满天星等配花。 有人启哄, 琪琪, 你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太羡慕了, 赶紧开着你的麦巴赫去庆祝吧。 有人认识陆岩, 说, 陆哥你好样的, 居然泡到了老板的千金。 陆岩笑笑, 装作低调地竖了跟手执笔虚声, 拥着琪琪的肩膀出去了。 我跟在后面, 陪着大伙一路走向停车场, 队伍走向麦巴赫。 琪琪肯定打不开车门, 我正想着她要怎么收场, 她就坐起了腰。 她歪了歪嘴, 林醒, 你怎么还在啊? 这么几天下来, 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她跟我不对付, 顿时, 大家看我的目光就变了。 是啊, 你好像没被录取吧? 我们去庆祝, 你跟着不合适吧? 琪琪翻了翻眼睛, 没再说话。 然而, 一派和谐的附和中, 突然传出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王琪, 我们小组的成果, 少说有三分之一是林醒负责的, 就连创意也是她提供的, 你能被录用有她的功劳。 说话的人叫高杨, 戴眼镜。 没人和我合作时的那几天, 她都在我的小组里, 没想到丝丝纹纹的外表, 说的话这么一针见血。 琪琪还要说话, 高杨皱眉, 就算你的确和老板是亲戚, 也不能这样。 我认为这次考核存在不公平现象。 我已经和上级汇报了。 哦吼, 你。 琪琪柳眉倒树, 气得脸都红了。 我感激地对高杨点点头, 对琪琪说, 你要去庆祝是吧, 那我不耽误你了。 陆言, 既然我们分手了, 我送你妈的香水记得还给我。 英国皇室御用调香师手工调制, 大几千美金, 不比我送你的表便宜。 说完, 当着所有人的面, 我掏出钥匙, 按开麦巴赫的遥控门, 坐进驾驶座扬长而去。 本来我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结果证明我低估了丑人作怪的实力。 崭新的一星期, 我的无语从大清早开始。 天悦集团风险管理部科长办公室, 我跟王琪并排站着。 他穿了身紧身小短裙, 高跟鞋恨不得踩到我脚上。 林醒, 你不是没入选吗? 来这里干什么? 我瞇了瞇眼, 我是不是入选不是你说了算的, 奉劝你管住嘴。 早在参与实习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说了, 我不占用入选名额, 否则对其他实习生不公平。 至于其他方面, 我严肃跟我妈说了不准透露身份, 所以我进风险管理部, 是完全按小组成果来的。 可王琪怎么在这里? 两句话的功夫, 陈科长走了进来。 陈科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头发刚开始秃顶, 肚皮也顶出了十多厘米。 这次来两个小姑娘啊, 蛮好蛮好, 看着就舒服。 陈科长说, 我皱了皱眉, 王琪却挤出了一个甜甜的笑, 陈科长, 辛苦您这么早过来了。 这么早? 入职通知上写的是九点十分, 这都九点三十分了好吧。 陈科长也笑, 琪琪, 自己人, 别客气。 一边看了看我, 你叫什么? 自己人个大鸡腿。 林醒。 知道了, 你出去吧。 我寻思我开走麦巴赫, 已经够暴露身份了吧, 做到科长级别, 还脑子不灵光。 一整天, 陈科长都没给我派工作, 把我当空气。 临近下班, 高扬发给我一个链接, 是公司内部论坛。 标题, 真假千金, 冒牌货, 冒充老板女儿为哪班。 帖子一进去就是我的照片。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是博道约等于没有。 主题从那辆麦巴赫, 延伸到我的大学校园, 还爆出了好多我大学时期的照片。 其中更有我和陆延丹读约会时的照片。 楼主逐个举例, 说我这种生活中透露着朴素的姑娘, 不可能是老板的女儿, 如果是老板女儿, 还会不在录用名单上吗? 那么, 我的麦巴赫怎么来的呢? 联系到我进天月, 突然出现在公司风险管理部,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楼主若隐若现的暗示, 请各位看官细品。 我, 细品你个螺旋大陀螺。 高扬, 你不要生气, 明眼人都知道是造谣。 我说谢谢安慰。 明眼人恐怕实不存一。 高扬没再回复, 帖子传得比较厉害, 又有老板女儿话题加成。 我妈都听说了, 专程打了电话过来, 要直接查。 天月内部论坛, 只能用公司电脑登录, 一查一个准。 我阻止, 别, 妈。 这事情背后肯定还有猫腻, 先等等。 我妈都被人骂了, 不能白挨这一顿。 挂了电话, 我点开陆岩的对话框, 把那些照片都发了过去。 陆岩, 正好要找你。 这是跟你交往期间的花销, 你结一下吧。 陆岩, 临行, 没想到你爱慕虚荣, 还帮大款借车, 我真的看错你了。 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留在天月, 别做梦了。 有一说一, 哪怕天月倒闭了, 我也是最后那个留在天月的人, 好不好。 点开他发过来的表格, 我真是大开眼界。 除了每次吃饭的费用, 甚至连四连桩的小包望望牛奶, 都算在了里面。 日期甚至是从 他开始追我的时候算起的。 陆岩, 我提醒你, 我已经是天月的正式员工, 你才刚结束实习, 还在试用期。 你如果不合作, 可以试试正式工的话的分量。 陆岩, 你租个房子也不容易, 别最后闹的房租都付不出来, 给你父母添负担。 我跟陆岩说, 天兰一号院的房子是租的, 还有个原因是用来拒绝他留宿。 每次他暗示想留宿, 我都说房东不同意, 违反合同要赔钱, 他就不作声了。 看来这个决定真是做对了。 我照样上班, 老妈为了配合我演戏, 还跟下属提到这个帖子, 说我心思不在工作上。 这下, 王岐是老板女儿的谣言, 就越传越真了, 陆岩也眼见地越来越殷勤。 但这还不够, 我要陆岩和王岐所死。 我找到室友, 让他帮忙, 旁敲侧击地告诉陆岩, 王岐在天兰一号院有房子, 还是独栋别墅。 于是乎, 王岐桌上的玫瑰一天一换, 花也越来越多。 奶茶甜品更是不用说。 奇怪的是, 王岐的朋友圈更新得没那么勤了。 要知道, 他是一束花能连续拍三天的人, 现在这是怎么了? 好不容易吊上的陆岩, 这么快就没兴趣了。 陆岩那陆岩, 你还真是没用。 我趁着上班, 观察起来, 陈科长对他的态度是秘里调游, 对我就是冷着一张猪脸。 小林, 咖啡没了没看到, 没眼力价。 我直接对回去, 科长, 我应聘的是封控专员, 不是宝洁。 你。 陈科长瞪眼, 别以为长得好点就能拿巧, 我们不惯着你这样的。 王岐接话, 哎呀, 科长别跟他生气, 不值得。 我帮您吧。 陈科长立刻换了张笑脸, 那怎么行呢? 有的人啊, 就是不懂事, 家教都不知道被什么吃了。 哎, 琪琪啊, 你在市里有好几套房吧。 王岐眼神闪烁, 哎呀科长, 这可是隐私啊。 陈科长笑得一脸油腻, 我们琪琪, 长这么漂亮家境又好, 很多男人追吧。 谈过几个男朋友了。 王岐娇笑, 我谈过几个和科长, 您有什么关系啊? 陈科长眼神往他的大腿瞟, 哦, 看来我们琪琪是时间管理大师啊。 嘖嘖, 这个丝袜是, 说到一半他才想起我还在, 对我一瞪眼, 去。 少年公园门口宣传点缺人, 你去吧。 公园门口的宣传点没空调, 大夏天很热, 以前有员工中暑, 所以已经规定那边的宣传暂停三个月。 陈凯这不是单纯地给我穿小鞋啊。 我只是陈凯, 最后他毛了, 干什么? 林醒, 你以为你是谁? 去不去? 我一字一顿, 陈凯科长, 你叫我去少年公园宣传点, 是吗? 陈凯莫名其妙地瞪我。 是, 还不快去。 好, 我去。 我说, 走之前, 我听见陈凯问王琪, 你家是不是住在天兰一号院呀? 刚走到楼下, 我就碰到了老妈的一号秘书。 董秘那可是实权人物, 他一路走过来, 边上员工都对他点头问好。 他正要跟我打招呼呢, 我连忙打个手势, 让他进了应急通道才跟过去。 陈凯让我去那个把人晒中暑了的宣传点, 我说, 不过你别声张, 悄悄查他。 这种严重威胁员工身体健康的事, 看样子陈凯不是第一次做了。 联想到对王琪的笼络, 对其他新人的打压, 这个陈凯不但坏, 还蠢。 吩咐完, 我从后门出公司, 坐着董秘的车疏疏伏伏在西子湖畔, 吃四季酒店的下午茶。 陆言啊陆言, 你可得给力点儿啊。 我让室友放出的烟幕弹奏笑了。 室友连谎都没说, 只跟陆言透露, 我有个室友啊, 不但在天兰一号院有房, 还有好几套呢。 哪个室友? 这还不够明显吗? 室友吗? 王琪是, 我也是。 怎么判断就是陆言的选择了? 结果, 当天晚上, 王琪就在朋友圈, 极其幸福地晒出了红本本配, 逼而钻戒, 身上穿了新款高定小短裙。 我真要给陆言的效率股鼓掌。 跟我在一起时送的礼物都是理清情义重, 看来他不是不会送贵的, 只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王琪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婚宴请帖, 我当然没回复。 官方出了新的监管规定, 风控部每个人都要出报告。 虽然我只答应我妈在天岳干一年, 但工作态度也得端正,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第二天, 我桌上是装订成册的报告, 王琪桌上是红本本。 王琪可怜巴巴地仰头看着陈凯, 陈科长, 我昨天跟男朋友领证了。 报告的事情, 陈凯眼睛恨不得钻到他衣领里去, 哪里哪里, 琪琪的终身大事肯定更重要的。 你老公肯定很有钱吧? 王琪看我一眼, 是的呀, 不过嘛, 还要看跟谁在一起了。 他对他前女友就不太好, 都没送过什么像样的礼物呢。 王琪, 哎, 临醒, 我们晚上的婚前派对, 你可不能不来啊, 怎么说也当了四年的室友, 来见证我的幸福啊。 晚上, 王琪笑, 对呀, 人家亲亲老公想赶快跟我定下来, 一天都等不了了。 我也笑了, 陆颜这是生怕到手的房子跑了呀, 王琪, 你的脑子是不是搁家里忘带了? 王琪委屈地说, 林醒, 你怎么说话呢? 陆颜不喜欢你又不是我的错, 你跟我生什么气呀? 他俩已经领证, 我的话也可以直说了。 我看着他, 王琪, 陆颜那样的男人, 你喜欢你就留着, 不要哄台诸架。 我看不惯你的地方, 在你不花精力提高自己, 反而一门心思搞辞敬。 醒醒吧, 大清早都亡了。 你, 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微笑, 我祝你和陆颜天长地久, 永不分离。 下班时, 我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陆颜陪着他妈妈等在门口。 王琪一见他们立刻挤出几滴泪花, 老公, 妈, 他欺负人家。 我无语, 都二十好几了, 装什么幼齿呢? 不过, 陆颜母子很吃这套, 陆颜妈妈立刻对我瞪眼。 小林, 你不要耽误我们陆颜了好不好, 他已经把你甩了。 你欠他的钱都没还, 还欺负我儿媳, 你要不要脸? 陆颜也冷着脸。 林醒, 你如果还想留点体面, 我劝你自己辞职走人。 你的工作表现, 我已经向陈科长了解过了, 不要自取其辱。 陆颜妈妈哼了一声, 告诉你, 我儿子可受气重了, 今晚连天月大老板 都来参加他婚前派对。 王琪立刻亮起星星眼, 真的呀老公, 你这么被看中呀, 怎么都没告诉我呢? 陆颜亲密地捏捏他的鼻子, 我的宝贝琪琪什么都不用管, 当我的小公主就好了, 我养你呀。 我倒是顾不上倒胃口。 哦, 我妈也要去, 真是给陆颜脸了呀。 不配合我妈演好这场戏, 就枉费他半小时时间了。 王琪这边又开始装好人, 林醒, 你也别生气了, 虽然你不可能再找到陆颜 这么好的对象, 不过你还是可以来看看 我的婚礼呀。 我希望你完全放下陆颜, 毕竟他已经是别人的老公了。 我要针对陆颜心存留恋, 被这么枪声那绝对地炸了, 但我对他非但不留恋, 还想狠狠踩几脚。 我说, 好, 没问题。 王琪, 抢别人男友, 我不怪你, 陆颜, 这个烂人归你了, 但尚赶着给别人的妈当女儿, 就说不过去了吧。 王琪在背后说我就是极度, 我已经走到我的车旁边, 今天开的是辆林肯。 陈凯颠着肥胖的大肚皮, 这才姗姗来迟, 跟陆颜打了个招呼, 看着我的车嘀咕, 怎么有点眼熟呢? 废话, 当然眼熟了, 这是我妈淘汰的作家。 被提拔到总部的陆颜, 应该更眼熟。 陆颜忽然一个机灵, 抓着王琪的肩膀, 宝贝, 董事长要来, 你不知道。 陆颜的声音有一丝颤抖, 他总算没有蠢到家。 王琪还没明白过来, 楚楚可怜道, 陆颜哥哥, 你干嘛呀, 你抓疼人家了。 此刻的陆颜, 一点不吃王琪的撒娇, 王琪穿着吊带裙, 肩膀已经被掐出痕迹。 陆颜咬着牙问, 董事长要来, 你不知道。 同事们围了一圈, 王琪又疼又羞愤, 勤着泪水说, 董事长来是器重你呀, 我上哪里知道去。 你放开我, 丢死人了啦。 我扑痴一声笑了出来, 王琪把自己卖了个底调都不自知啊。 公司里传她是老板女儿, 她非但不辟谣, 还故意往谣言上靠, 让大家都以为她是真的。 真是老板的女儿, 怎么会连老妈参加自己的婚礼都不知道。 我一笑, 王琪来尽了, 临行你笑什么? 你给我陆颜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警告你, 他已经是我老公了, 我们领了证了。 陆颜抱贺一声, 你闭嘴。 王琪还不知道自己穿帮了, 愣在当场, 陆颜哥哥, 你居然帮那个小贱人, 陆颜死死捂住王琪的嘴。 我倒车出库, 摇下车窗, 居高临下看着他们。 陆颜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 转移到林肯的车牌上, 继而面如死灰。 做下属的不可能不记住老板的车牌号。 这辆林肯但凡停在天悦大门口, 从上到下的员工工作态度都得上浮一大截, 这就是打工人的现实。 陆颜能被提拔, 虽然有我的帮助, 他本身的工作能力是不差的。 何况其他老员工? 陆颜和王琪身边飞快出现一个针控地带, 两人像两个小丑。 前台姐姐窃窃私语, 王琪不是董事长女儿, 那他摆什么谱? 行政的姐姐低声回答, 他天天让食堂给他送饭, 菜色不好还给人脸色, 真千金能像他那样? 反正我女儿将来那么势利眼, 我把他塞回去重生。 另一个说, 那身名牌都是假的吧, 糊弄多少人了, 人干事? 衣服都是假的, 一号院房子八成也假的。 没看陆哥都被忽悠了。 男同事幸灾乐祸, 陆哥砸了十几万在一个假货身上, 真爱啊。 也亏他俩都装得那么像, 演技牛逼啊。 哎, 结合之前那帖子, 陆哥是跟林醒在一起, 然后劈腿了。 泽泽, 都不是好东西, 啥也不说了, 锁死。 王琪脸色通红, 陆颜则看着我, 眼神复杂。 陆颜心理承受能力比王琪强多了, 林醒, 我冷冷扫过他的手, 打断, 陆颜, 恭喜。 陆颜松开王琪, 一把推开了他, 不是的, 没等他说完, 我脚踩油门。 他俩当然要百年好和了, 我可没打算错过他们的婚宴。 后世敬礼, 陈凯满头大汗。 婚宴地址, 王琪早就在微信发给我了, 布置挺豪华, 陆颜真是下了血本。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桌。 按理说我跟王琪大学同学那么多年, 他毕业比试面试都是我帮的忙, 这个位置摆明了恶心我。 但此刻我心情非常好, 宜然入座。 一路上我的微信叮当响, 全是路言的消息, 还有通话请求。 我手指一动, 把他拉黑。 因为来得早, 司仪发了个mini麦克风给我, 让我酝酿酿酿酿等会儿发言, 祝福新郎新娘。 那当然要好好祝福, 祝他们百年好和, 永不分离。 陆颜和王琪过了好一会才到, 明明是今天的主角, 可他们脸色却很不好看。 王琪衣服有些凌乱, 眼角还有泪光。 陆颜目光一直躲闪, 但见到我的瞬间一下子亮了起来。 只见他凑到王琪耳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王琪可怜巴巴地拽住他的袖子。 可陆颜急匆匆贴下王琪扭头走了。 我的手机忽然收到支付宝转账提示。 陆颜, 转账金额52.0。 傅颜, 宝宝, 我错了。 陆颜, 转账金额13.14。 傅颜, 见我一面好不好? 求你了, 我把他拉黑。 现在他只能通过转账来跟我说话。 这个金额, 我还上高中的堂地都比他体面。 抱着见识人类物种多样性的心思, 我回复了他。 我, 你等会儿不会又要列个表格吧? 陆颜, 我错了宝宝, 真的错了。 我在应急出口, 你过来一趟好不好。 看戏怎么能错过经典场面, 我当即走了过去。 陆颜已经换好新郎的服饰。 看到我, 他立刻焦急地扑过来要抓我的手。 别。 我说, 陆颜夜夜口水, 好, 好, 宝贝, 我真的错了, 都是那个王岐他, 叫错人了, 你的宝贝是王岐。 陆颜急了, 都是他。 那个贱女人天天在朋友圈发腿照发低胸, 是他勾引我的。 我不为所动, 还有呢? 陆颜, 还有, 还有, 都是他骗我他在天兰有房子, 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领证, 我都不会睡他。 他又气又焦躁, 原地团团转, 我说他怎么那么轻易就跟我睡了, 原来是个假的, 他妈的不要脸。 所以呢, 你要甩了他。 陆颜不假思索, 要不是以为他有房子, 我怎么可能跟那样的女人结婚? 你给他花的钱呢? 来来去去, 陆颜花的可不少。 提到钱, 他眼睛都红了, 我要那个贱女人一分不少的全土出来, 放心, 我借来办婚礼的钱都能还上, 我跟他的每一笔花销都留着小票, 就算告到法庭上我都不怕。 我眯了眯眼, 就像当初对我那样。 陆颜完美地掩饰了什么叫两面三刀, 宝贝,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好不好, 今后我们一起过日子, 我也不买房了, 只要你把我的名字加到房本上, 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我妈那边的工作我去做。 你早告诉我那套房子是你买的呀, 话说到这份上, 我觉得越来越没意思。 本来想着陆阴整到陆颜, 可我发现他早就自己到了, 可能从他放弃良知, 放弃善良, 毅然跳进以利益为名的大染缸开始, 他就到了。 再跟他多说一句话, 我都嫌掉价。 陆颜, 算了吧? 你看看你自己活成了什么样, 见不见啊? 宝宝, 我真的错了, 我现在就去跟那个女人离婚, 你要是不解气, 我还存了她的视频, 我发到网上去。 宝宝, 你原谅我好不, 没等她说完, 应急门被打开了。 冲进来的肆意满脸慌乱, 陆颜的声音回荡在应急楼梯间, 更回荡在整个会场。 原来麦克风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接通了。 陆颜, 对我的表忠心被全场来宾从头听到尾,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音。 王琦转开思宜, 红着眼睛扑过来, 陆颜, 你不是人。 王琦在陆颜脸上狠狠滑了一道, 就被陆颜妈妈挡开了。 陆颜妈妈五十好几的人, 此刻抓着王琦的衣领。 我儿子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没妨? 你骗他? 你个不要脸的小婊子你, 你才是婊子。 你个老不死的。 王琦面目猙獰, 四扯着陆颜妈妈的头发。 我都跟你儿子睡了, 嫖还要钱呢? 你们还想白嫖? 你就是图我儿子长得好工作好, 你不配。 王琦已经换好礼服, 抹凶款的本来就不容易固定, 被陆颜妈妈一拽, 立刻掉了下来。 同事们默默为官, 看着丝丝闻闻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人。 借钱泡女人, 还想让女人还钱, 嘖嘖嘖,丢脸。 之前造谣灵醒的帖子 就是他发的吧, 人品盆地啊。 陆颜憋得满脸通红, 抱贺,够了。 住手, 说着就去拉开王琦。 王琦反手抓他, 陆颜狠狠一推, 把他推倒在地。 王琦袜地哭了, 边哭边在身上摸索, 我的手机, 我手机呢, 老八婆偷了我的手机。 陆颜你好狠的心, 你就这么对我。 陆颜烦躁地回头, 妈, 你是不是拿他手机了? 陆颜妈妈一瞪眼, 儿子, 你不信吗? 妈妈都是为你好, 把你一把使一把, 尿拉着大。 你, 好了好了, 我给你手机打电话, 行了吧, 看看是谁拿的。 陆颜烦躁地掏出手机, 王琦抽抽大大, 安静下来, 手机铃声慢慢传来, 不在王琦身上, 也不在陆颜妈妈身上。 众人的目光转向陈凯, 陈凯尴尬地摸摸屁股兜, 掏出一支贴满粉色水钻的手机。 他的手机怎么在你那里? 陆颜妈妈脸都绿了, 拽住陈凯就不松手。 陈凯脸仗成猪肝色, 哎呦喂, 大姐, 赶快放开我好不好, 陆颜, 你劝劝你妈。 陆颜脸色一清一白, 站在原地没说话。 陈凯头发衣服都被抓乱了, 再不松开我, 不客气了呀。 虽然他肥, 但力气还是比女的大。 陆颜他妈像个皮球似的撞到墙上, 但他还死死没松手, 硬把陈凯的西装都扯了下来。 布片里掉出一张卡, 卡片上画着纯洁的百合花, 是新娘房的房卡。 我下楼, 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不用来了。 我们母女俩每每吃火锅的时候, 婚宴现场正热火朝天。 据围观的室友和同事透露, 当时陆颜跟陈凯牛打在一起, 旁边是王岐和陆颜他妈。 本来参加的人是来看喜事的, 但仿佛买票看了一场自由搏击。 大家都被这群人的无语震惊了, 都忘了报警。 最后陆颜掉了一颗牙, 陈凯鼻青脸肿。 王岐和陆颜他妈两个人都奔着对方衣服去, 扯得七零八落, 场面一度失控。 大约十一点多, 才有人报警把他们四个带走了。 王岐以为我送他的奢侈品都是陆颜买的, 陆颜以为在天兰有房的是王岐,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不过陆颜还要点脸, 事后直接提了辞职。 这当然是要直接批准了。 当时他应聘天月, 我提点了不少。 凭他自己的实力, 再也别想进头部公司了。 他婚宴上的壮举, 不知道被谁录了音, 直播到了学校论坛。 本来积攒的人脉也败光了。 他还到天兰一号院找了我几次, 我直接告诉保安, 把他列入黑名单, 再来就叫警察。 他这才消停。 把他从我的人生中踢除出去, 我神清气爽。 下一个是陈凯。 我把文件拍在桌上, 作风问题, 职场霸凌, 前后导致多名员工击劳成疾。 陈凯是根老油条, 直接服软, 是是是, 您说怎么处罚, 我都接受。 你还想在天月干? 陈凯抬了抬头, 精明的小眼神撇过来, 您是老板千金,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可您也不能直接开了我呀。 谁说我不能? 他嘿嘿一笑, 您要是开了我, 我可要走劳动仲裁了。 作风问题很难用来定性, 而且之前被他霸凌的员工 都病退辞职了。 陈凯就是抓着这一点, 才敢在这里讲。 按照往常, 对付这种老油条, 最多安排到打砸部门, 压低工资。 你以为你的问题只是这些? 陈凯嘿嘿, 我反正是一头死猪了, 您想烫就烫吧。 我扔出他的业务计划, 你严重独职,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营私舞弊, 对天悦造成重大损失, 按照劳动法, 天悦可以辞退你。 陈凯眼睛一瞪, 我怎么独职了? 陈凯, 你当了这么多年科长, 天悦没教过你, 要守法合规? 你让多个客户以贷套贷, 你不怕坐牢。 陈凯嘴硬道, 不这样他们怎么买得起房子, 我这是在帮他们, 助人为乐。 我都快笑了, 你这样做是把风险转嫁给市场, 和市场内无数的买房者。 一旦风险降临, 无数人会像美国次贷危机的受害人那样, 失去房子, 一无所有。 陈凯不愤, 天悦这么大个企业, 赚那么多钱, 让我赚点不行。 你也知道天悦是大企业, 大企业的担当是什么? 是帮助大众抵抗风险, 是帮助稳定金融市场, 赚钱的方式有很多, 你为什么偏偏悬写在经济法里的呢? 另外, 你对王岐怎么威逼利诱的他都说了, 还有什么话你留着跟警察沟通吧。 陈凯终于不说话了。 这三个垃圾人的结果, 陈凯是最简单的, 进了监狱。 据说他就喜欢搞别人女朋友, 事发后还收到一大波局报信, 把他病死在了牢里。 陆岩想跟王岐离婚, 但王岐居然怀孕了。 新的婚姻法, 增加了冷静期, 结果孩子都生了下来, 婚还没离成。 王岐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缠着陆岩, 把他妈妈送回了乡下老家, 两个人还留在市里生活。 陆岩追王岐的钱都是借的, 这还不算, 王岐也欠了不知道多少信用卡, 反正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 我真庆幸跟陆岩在一起的不是我。 天悦这边, 答应我妈在天悦干满一年就是一年, 一天都不多, 但我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 少年公园宣传点开放了, 我主动请英。 天悦做活动送的东西多, 大米, 食用油, 很实惠, 所以来的大爷大妈也多。 人群中, 我看到了意料之外的身影, 是陆岩。 此时的陆岩, 早没了当初在校园意气风发的模样, 衬衫皱巴巴的, 还印着好几块汗子。 他背着个小婴儿, 腰都压弯了。 从头到尾, 他眼睛都没往我们工作人员脸上看, 只盯着赠品。 抬到他, 他说, 这个油是免费送的吗? 他的声音沙哑, 也就二十多岁的人, 过了一年居然像老了十岁。 他背后的婴儿啼哭着, 发出难闻的臭味, 尿布不知道多久没换了。 工作人员给他办好注册手续, 他提着油转身, 忽然看见了我。 林, 他直吾着, 终于没叫出我的名字, 而是留下一行泪, 转身走了。 心疼他, 我可没病。 有句话怎么说的, 女人没了男人, 就像鱼没了滑冰鞋。 跟公司做好最后一班交接, 我去找了老妈。 明天起, 我就不是天悦的人了。 我有自己的创业方向, 我的生活天高海阔, 都在前头。 办理好全部手续, 我抱着纸箱走出天月, 却看到一个人等在门口, 也抱着纸箱。 是羔羊。 听说你要创业, 带我一个行不行? 我看着他, 合伙可以, 不要滑冰鞋。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